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发球其实对于这个拍面和这个球面的这个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今天呢就也选了两个比较适合一与二号走的这种发球的方法 然后呢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试说我教大家的发球方法看看哪一种会更适合的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赶紧开始今天的双打发球的教训 我先来演示第一种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的这种发球的方法 就是直接通过平的拍面去把这个球推过去 发力的感觉就像我们在接杀球人家一个球杀过来 然后我们拍面把这个球顶过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反拍的一个握拍 然后把这个球头一定要直直的对准我们的拍面 不要上下就一定那个球头那个球毛啊 毛是向前球头是向后 正正的迎着我们的拍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球给挡过去 这样的发球它十分的稳定 不会出现那种高低偏差很多的情况 但是呢它有一个不好控制就是它会发的会比较长 那发的比较长就难免会让对方会比较容易扑推 那这个发球缺点就是它会比较长 但是好处就是它会比较稳定 当这一种发球大家能够熟练掌握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到第二种发球方法 第二种发球方法的立线跟第一种不一样 第一种发球的立线是从后往前去推的 第二种就有点从上往下去切这个球 那切这个球是现在当地云潭世界比较顶尖的双打羽毛球的选手 会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 因为切这个球它过往之后会有个明显的下坠 那这样它对手在揭发球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受 那第一种发球如果在很高水平的对抗当中用第一种的话 那会被对方扑压扑的很惨 那业余外号者它不具备这种往前的揭发球的扑压能力 其实第一种也是很好的 那如果你第一种熟练之后 我们来练第二种就是立线是从上往下去切这个球 那这个球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 它不容易掌握这个节奏 而且容易失误 所以我再三强调是一定要把第一种练好之后 再去使用第二种这种立线从上往下的这种切球方法 那这个时候球头我们可以尽量的向下一点点 不需要说正面对我们的拍面 你球头可以稍微往下一点 然后通过一个切的一个发力去把这个球切过往 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这种第二种的这种切的这种发球方法 但是确实在这个发球难度和这个拍面掌握上会有不小的难度 但是大家通过不断的练习一定是可以把这个球发好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装备是一把球拍和一件运动T恤 那这把Resen RS1000的球拍 它是专门为初学者量身定制 同样也是给力量小刚刚接触羽毛球 还发力不精准的刚入门的球友量身定制 它的中管比较软 可以让你使用较小的力量 就可以让球轻松到位 它的框形采用了椭圆形的结构 有着比核形拍框更低风阻 更快的挥拍速度 又比菱形破风拍框更稳定流力更强 如果你刚开始接触羽毛球 或者是终极水平以下的 我觉得这把RS1000的球拍将是你的不二次选 它的外观也很吸睛 采用的是白色和银色的主打器 阴气十足 那这件短袖是我们里程俱乐部的合作款 也是我们俱乐部 大家都在穿的一件简单的T恤 大家反馈都其实都还蛮好的 然后这样一套不错的套装 我们紧售399一套 不过是限量罚售 先到现在希望各位球友搜索微信公众号淘宝国语严选即可下单 我今天教大家的两种发球 一定是现在不光是在业余爱好手当中 还是世界羽坛上 实用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的两种发球 一种是滚一种是快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自身的打法和球龄去试一下 你看一下你适合哪一种 而且每个人的发球动作和他的感觉都不同 没有做到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必须应该这样吧没有的 你怎么发的爽你就怎么发好吗 OK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支持 更多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晨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